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战斗机最具魅力的就是它所使用的发动机是WS10涡扇发动机 又叫太航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并且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多的成就 在2005年的时候就计划用这款发动机来武装我国的战斗机 但是后面有一技术问题 这款发动机没有办法正常交付 也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一个比较大的缺憾 之后在它能够正常供应之后 我国就安装上了这样的发动机 它的最大推力大于11吨 也因为这台发动机的安装 给我国的航空领域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 由于现代信息化的发展 所以坚实必增加了它的电战能力 增加方式就是在战斗机的集体上添加了垂尾电子翼和一下电子吊舱 这样的增加求攻略飞机带来更大的电子战能力 另外它还增加了一套光电瞄准系统 这样的方式就能够在搜索和瞄准过程当中 更加均准的给我国建设领域带来更大的实力基础 我国的这一架战机也是号称能够比肩美国F16的 歼10B研制的整体实力也比较强劲 机身的长度有16.43米 飞机的总体高度有5.43米 飞机机翼展开可以有9.75米 正常的起飞重量是12,400千克 最大起飞重量有19,277千克 最大的飞行速度有2马赫 这些数字虽然看起来比较枯燥 但是在真正的战争利用普通起来却非常具有实力 不过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 有了比较长的时间 因此这次歼10B飞机的轮胎制造 是由我国江苏厂商制造的 也是通过这次之后 相信之后我国的飞机 能够完全应用国内生产出来的东西 自主完成制造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 由老兵说武器解析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